上一集說到現在的西方社會很有錢 為什麼呢? 先給大家看一個理論 這個理論是由Neil Fulkerson 他是一個英國的歷史學家 他現在就在美國工作 他在2011年的時候 有一系列的講座 他叫做講座的名字 Why the rest beat the rest with six killer apps 簡單來說 為什麼西方贏了所有的 the rest 其他一些 提官說有個解釋 他有六項很厲害的法寶 六個 killer apps 六個非常厲害的法寶 那這六個法寶是什麼呢? 根據他說 第一個就是competition 競爭 西方裡面各個公司 各個國家互相之間有個非常強烈的競爭 這個競爭使得他們的競爭能力上升 所以就可以打贏其他地方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science 有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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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實事求是 每樣東西就是要試得到才能將它商業化 所以可以進展得很快 第三 他就說是因為有property 有財產權利權 換句話說 資本主義可以擁有財產 擁有各樣各樣的資本 當然包括知識產權 包括怎樣做事的方法 所以這個就釋放出大量的創造力 因此西方就贏其他世界各地了 第四就是medicine 因為現在他們的科技進步 所以醫療有進步 引致他們的疾病死亡降低 引致他們的生命長了 長了命 做多了事情 第五就是consumerism 消費主義 所有這些工業產品 需要有個市場吸收 如果你那個工業產品沒有人要 你做多出來也沒用 所以一定要有人肯消費 有人肯消費 自然你就可以出產些東西給他們消費 所以一定有個消費主義 consumerism 最後第六就是work ethics 勤力 他們說他們肯做 肯捱 所以就可以做到事情出來 他又說出來這六個原因 是不是這樣 我也說過了 所有的事情 如果是真、假、互溝 很容易私人相信 這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真、假、互溝 所以很容易私人相信 我的看法跟這個有些不同 我認為他們是因為幸運 幸運 幸運 他們的思考 在希臘時期都開始了 一個非常強的邏輯思考能力 我們真的要讚他們 在希臘時代已經開始了 研究思想的問題 如何想法才是正確 邏輯問題 去到今年今日的香港 有些人的邏輯思考都仍然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有問題的一件事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如何證明警察沒有殺人 警察不可以證明警察沒有殺人 這是邏輯問題 你不可以要求人家證明一個負的假設 你不可以證明一個負的假設 你不可以證明一個負的假設 警察是在警察身上 你們說警察有殺人 你們要證明警察有殺人 警察是沒有辦法證明他沒有殺人 這是一個邏輯問題 他們很早 在公元前幾千年 已經解決了這些邏輯問題 已經明白了 但到了今天 有很多香港人不明白 仍然硬硬一點 警察沒有證明到831沒有殺人 你不可以證明 因為這是邏輯問題 這是一件事 因為他們有這麼強烈邏輯思考問題 所以他們會發展出科學 是非常不出奇的事 問題是為什麼他們拖到一世幾年之後 他們的文化復興才會出現呢 這跟另一件事有關 我覺得 就是他們喝水不煲水 他們還未學會煲水 所以說回Medicine 他們根本對Medicine沒有認識 不知道在水裡有一些微生物可以引致病 而因此他們不可以飲用 未煲過 未殺死微生物的水 他們不知道 所以唯有喝什麼呢 當然要喝東西 人是需要水的 他們去喝啤酒 所以他們喝酒的習慣很厲害 當然中國人都喝酒 不過中國的酒是烈性的 那些 看幕片裡也是 那些 大英雄 拜託 如果 mental health 大家喝酒 英雄 美國學長 最好是98到99到99到的酒 例如高粱、茅台之類的 超高酒量的酒 中國人喝啤酒 啤酒是700%的酒精 因為有酒精 水裡的微生菌有害微生菌生存不到 所以他們喝酒 因為喝酒不是每人都喝醉的 但很多人喝得醉 喝醉了你的腦就想不到 所以就沒什麼進步 文藝復興怎麼來的呢? 文藝復興是因為他們學會喝茶 茶要用滾水沖茶 一旦學會喝茶之後 他們就不再醉了 不再醉後腦更加開 所以他們就開始有尋求他們的思考辦法 他們傳統上的思考辦法 就有邏輯性比較高 所以發展了他們的科學出來 這就是他們的原因 而在科學發展之下 加起來 很巧合地在英國發明了蒸氣機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發明 英國是一個比較冷的地方 我們需要燒煤 燒煤自然要挖煤礦 挖煤礦就在地上挖 那地上經常滲水 所以要不停地抽水出去 結果有一個人發明了蒸氣機 自動抽水 這件事就代替了大量的勞工 就開始了將本來純粹是利用人力 或者動物力量 轉為成為可以用化石燃料的能量 這個就導致他們有一個工業革命 這個工業革命使得他們的進展很快 這個工業革命如果是沒有這個consumerism 沒有這個消費主義的話 是不會成功的 因為工業革命帶來的第一件事 就是大量生產 那些工業做一件和做兩件相差 比較少 做第一件很難 做第二件沒有那麼難 第三件更加容易 一路做下去 越做越容易 而自從在Ford發明了流水作業之後 這個生產能力更加提高了很多倍 不需要每一個工人都是一個技術勞工 有些簡單的工作可以交給低 比較沒有那麼高的技術勞工來做 因此這跟東方這邊的工藝工藏技術有個大分別 自從有了流水作業之後 對於工藏技術就沒有那麼注重 因為你可以重複又重複 而這個工藏精神就仍然留在東方這邊 這是其中一件事 而因為他們的工業革命引致到 他們可以有大型的軍械 有大型軍械之後 他們自然就可以征服世界 而因為他們的征服世界 使得他們有錢的 因為就算你自己有工業 工業很好 你自己有consumerism 甚至自己的消費很好 但是如果你沒有原材料 你做不到事情 原材料很重要 原材料可以從世界各地去搶劫 而他們的搶劫性格 是引致他們可以到處去搶劫 因此他們在過去幾百年 就橫行世界了 所以有北落日帝國 英國可以在任何地方 都有殖民地 其中一個原因是這裡 所以如果我們要完全用這六個來解釋 他們無法解釋他們所有的事情 他們富強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第一 真的有一個工業革命 他們工業革命行走過東方很多 這是第一 而這個工業革命的原因 我不一定實際 可能是因為茶葉輸入給他們 因為他們喝茶之後 他們不需要再喝啤酒 因此他們就可以有思考能力 思考能力復甦 當然不是說他們全部都沒有思考能力 有些人是忍不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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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大部分思想 主要講到其他幾樣 比如說競爭能力 傳統上最大競爭的地方是中國 中國的競爭是非常厲害的 我遲些下集會跟大家說說 為何中國的競爭這麼厲害 競爭是非常厲害的 其實中國是比它厲害的 關於所謂work ethics 即肯做事 現在大家都會笑 一說這句我們會笑 因為他們的所謂工作 跟中國銀比相差很遠 有另一個作家提出來的 就是食小麥和食米的民族的差異 食小麥的民族 因為他們是一年一間 只是做的 而大部分都不需要勤勞工作 只是播種的時候 收割的時候比較辛苦 中間一段時間 基本上他們就不用理會 因此民族比較懶 就會放多些時間 在娛樂 在其他文藝創作裏面 而食米的民族 因為米一年可以兩造 插央和收割 已經多了一次 每樣多一次 另外你這個田 因為經常水浸 有水的 所以要不停打理 要不然有很多蚊蟲之類 因此 習慣了做事 那個work ethics 那個工作 那個態度 是好很多的 但這件事我覺得 又解不完 因為有另一個民族 也是食米的 但他們又不見得太好 work ethics 大家知道我講誰嗎 印度 所以這個作家提出這一點 也解釋不完 不過無論是 他提過就是 食米民族和食小麥民族的分別 所以我覺得 Ferguson說這六樣 其實我不是一樣都對 主要說 property 即是擁有權 私人擁有 我們大家已經知道 在中國一向傳統 都是有私人擁有的 有些貪官 負荷敵國 你可以去到負荷敵國 你不是私人擁有的 何來 所以這個是有一個 這六樣 我不覺得全部適合 不過無論是 他提出這六樣 我再加多一件給大家 就是 西方 西方自從公約革命之後 他們去到世界各地 為了第一 追尋原材料 而開始殖民 在殖民過程之中 他們就搜尺了全世界很多財富 引致他們非常富有 其中一點 加下去的不是代替全部 因此 當突然間 歐美國家 他們的貨幣 突然間貶值 的話 他們平均收入就會大跌 只是美元跌 為何會影響歐美國家 原因是 因為 在 國際上 我們知道有個 IMF 有個國際基金 貨幣基金 這個貨幣基金裡面 曾經看過 全世界各政府 的所謂儲備 是什麼 全世界所有 大約60% 是美元和美國債券 因為這樣 所以如果當作美元和美國債券 是 抗跌 我現在講的是抗跌 不是 一兩個百分點 是抗跌 多少倍 多少十倍 多少百倍 換句話說 全世界這些 現在擁有很多 外匯儲備 尤其是 用美元計算的國家 突然間 外匯儲備 會突然間全部倒閉 全部倒閉 因此 他們就會 突然間有一個 非常之強大的 通貨膨脹 包括我這裡 我這裡 如果美元倒閉 通貨膨脹 可能是 在短短期間 通貨膨脹 百倍千倍 可能億倍都不一定 是這樣的通貨膨脹 在這樣的通貨膨脹之下 自然 食物會被搶救一空 生活所需基本 會被搶救一空 而人民手上沒有能力 再添置任何更多的東西 他們會盡量把自己手上所有的資產 全部一次過 轉換了有用的東西 轉換完之後 就沒有能力再轉換了 因為已經沒有了錢了 錢已經完全沒有了 在這些發達國家裡面 整個經濟要重新開始 因為經濟要重新開始 他們就會從現在發達國家 跌回到一個發展中國家 甚至還未發達國家 都還未頂 就是為什麼 我在上一集說到 如果美元突然間 是這樣一塌的話 這個對世界影響是非常之大的 而那些發達國家會變成 發展中國家 甚至變成是未發達國家 因為他們開始所生產成為 賦予國家的條件 去到處世界殖民 搶掠這個機會不在 你不可以再在全世界搶掠 不可以全世界裡面去移民 因此你沒有了這個方法去 要重新站起來 他們要重新站起來 要由頭來過 因為要這樣 所以他們就有很多 一個很長時間 要在這個競爭中 再重新生存 而競爭將會非常困難 我下一集會和大家講 為什麼未來的競爭 對這些發展國家 是非常困難 而這個模式正正是中國的優勢 拜拜 拜拜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